電冰箱與洗衣機是每個家庭必備的家電 隨著智慧生活時代來臨 除了保鮮洗淨最基本功能 消費者更在乎這些細節 在家洗劑的時候都是自貧直覺 那怕放太少會洗不乾淨 那放太多的時候又怕就是會 洗劑殘留沒有辦法洗乾淨 會影響家人或小朋友的健康 是之前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可能想要喝冰開水 但你可能就會發現沒有冰塊 然後或者是朋友來家裡也沒有冰塊 然後要做也來不及 就覺得這樣子蠻不方便的 冰箱無法快速安心製冰 對消費者而言相當不方便 如何把食材的美味留住也是一大考驗 通常我買肉回家都一定會分裝 但其實當天吃跟冰過之後 吃起來一定就是會不一樣 那個新鮮度有差 那如果做便當的話 因為通常直接熱了放進去 可能就覺得怕冰箱會壞掉 但是如果我在外面放冷了才放 又會覺得這樣可能又會滋生細菌 它具備有跟一般傳統冰箱不一樣的地方 知名家電品牌聽見消費者的需求 台灣製電冰箱業界首創自動製冰功能 抗菌設計搭配進水濾網 冰塊做完直接掉入除冰盒 而且能輕鬆拆卸清洗 讓家中隨時都有安心冰塊可以取用 然後旁邊的話就是我們新的技術叫做新鮮即凍節 即凍即冷功能讓忙碌生活也能品嘗到新鮮好滋味 這台冰箱是日本技術台灣同步 才會有所謂的新鮮即凍節跟自動製冰的功能 也有善用冰箱的五倍速冷凍 保留食材的美味 就像你剛做好的菜或者是便當 都可以達到快速降溫的效果 避免食材變質 而消費者普遍擔心的洗劑殘留問題 搭載洗劑量自動精卷投入科技的直立式洗衣機 通通幫你搞定 等於說你一次把洗劑都補充好的時候 它本身來講會根據你衣服的重量 環境的溫度跟水的溫度 自動就投入洗劑達到輕鬆洗衣的效果 現代人手機不離聲是未來各家店的操控中心 冰箱洗衣機都能串連Smart App 有效率的做好各項家室 你可以設定一件洗衣輕鬆完成 等於說你可以設定今天洗好衣服 冰箱本身來講具備有有Wi-Fi的APP 食材的保鮮部分 等期限快到的時候它也會通知你 讓你知道哪些東西要補充 哪些東西要做到扔掉 透過物聯網智慧家電技術 串連電冰箱洗衣機 以手機APP管理掌握食材狀況 就算出門在外 也能遠端操控啟動洗衣模式 智慧家電讓消費者做家室 變得更輕鬆便利 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質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